说起鬼灭之刃里实力强劲的人物 除了战力超寻的鬼杀队九州以外 能与之较量的就是五惨坐下的十二鬼月了 五惨将十二鬼月的分为上弦和下弦 实力也按数字排去越靠弦的鬼月墙 上弦的实力强与下弦 而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十二鬼月中 实力争议最大的两个鬼 它们分别是上弦之二同模和上弦之三一窝座 按照五惨的安排二个实力肯定是排在三个前面的 但是对于粉丝而言一窝座的实力似乎并不比红模低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上弦二三的实力究竟孰相孰弱 上弦二三在整个剧中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但它们两人的死亡都让人无法探清它们的实力 先说一窝座吧 在无限成绩战中对抗看智郎和义勇 在一番激烈的打斗后 看智郎和义勇成功地将一窝座的头颅砍下 自己也因此身负重伤 就在两人以为成功战胜时 一窝座的头颅居然凭借着意念在不断恢复 如果不是因为三颗后来自爆 可能那个状态下的贪智郎和义勇已经凉凉了 一窝座在剧中扮演着物理攻击的极端 他的招数大多都是靠自己武器展开 威力也是十分的惊人 在鬼灭中即使施主也很难正面应当他的一拳 更不用说他天花乱秀的武器了 更可怕的是他那虎虎的信念 按理来说鬼被杀到必死 但一窝座却凭借着自己的意念 即使不用头颅也能继续不断恢复战斗 这样的不死之身 加上灵力的拳击 基本上代表了鬼灭奇术的天花版人物 我们再来说说尚弦之二童谋 童谋的死亡怎么说真的是被自己给浪死的 在与蝴蝶忍的对抗中 他一直以戏耍猎物的态度来对待 也正是他的自大葬送了他的生命 童谋本来可以毫发武商的离开战场 但是在大意吸收了蝴蝶忍之后 无论他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大 最后也因为无法抑制住毒素而融化死去 一生不败的他也落下如此悲哀的下场 当真是惹什么不好非要人女人 如果说一窝座实战是巅峰的话 童谋就是当之无愧的法王了 他的邪鬼术并属性极强 本来的这个属性就已经够恐怖了 还得在这之上继续添加独属性 那就更加的恐怖了 与说是伤害爆料 除此之外童谋自身的免毒能力 也是极为强悍 只不过蝴蝶忍下的毒实在是太变态了 法王铺魔如果不让的话 我觉得对抗鬼杀对他所造成的伤亡才是最大的 这必须得感谢蝴蝶忍住这个一切 终端法王与巅峰战士之间的对决 再加之他们没有过多的战斗过程 虽然说一窝座一拳打爆火属魔的好 你很难说出谁想谁弱 一个是巅峰的法术伤害 一个是巅峰的物理伤害 法术可能花样多更多种可能制胜 但物理也可能近身秒杀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 综合来看的话 两人的战斗会是一场持久战 而持久战对于空魔来说或许会更有利 只要不被近身 成功的限制住一窝座 只要蓝沟成功是迟早的事情 按照这个来判断 空魔会比一窝座强上一线 你们觉得谁比较强呢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维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